任正非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就是面子都是给狗吃的 我不要碾 我只要活下去 在任正非的青少年时期 任正非一家九口人 仅靠着父母那点微薄的收入来度日 任正非小时候呢 经常饿肚子 每天都会鸡肠碌碌 当时任正非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吃上一个白面的馒头 多年以后任正非经常感慨 他说我真正的能理解活下去 这句话的含义 你是想要吃饱肚子呢 还是想要出名呢 只有不要脸你才能有进步 那正因为任正非打小就有着 这种面子是给狗吃的心态 那让他在做生意被骗 两百万以后 又面临着婚姻破裂 这种双重打击下 负重前行创立了华为 也正是有了这种不要面子的格局 所以才让任正非成就了今天的华为 王剑宁在创业初期时 他曾接下了一个项目 需要一笔两千万元的贷款 但是找了几十家的银行 都没有一家愿意贷款给他 后来终于有一家银行松口 答应说可以 但是王剑林却说 我有时候一去找他 他就从后门走了 那我就在走廊上摆等 那王剑林有的时候在走廊上堵住了他 他就说好的好的 这样下周二你过来找我 那结果等到我下周二再去的时候呢 他又出差去了 所以当时为了拿到这笔贷款 王剑林有的时候啊 在那个走廊上一等就是一整天 当时站在走廊上的这种感觉 王剑林说这是一种耻辱 我觉得太卑贱了 马云曾经摆过地摊卖过鲜花 上门推销企业黄业的时候 还总被人认为是骗子 那这就不是是面子的问题了 而是人格的侮辱 马云曾经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 当你放下面子去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挣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证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那当你还停留在那里 整天的喝酒吹牛 不懂装懂 只爱所谓的面子时 证明你这一辈子也就是那样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经历过 自身卑微 别人羞辱的这个阶段 我们只有放下面子 才能挣回面子 穷人都是活得没有面子 也没有尊严 就像马云所说的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那穷人和富人 永远都不可能站在统一水平线上 资源分配的轻重也会有所不同 那穷人只有放下面子 才能够力挽狂澜 获得别人的尊重 那做人放不下面子 结果呢 我们就只能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俗话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韩信啊 还是能受得了 胯下之物呢 所以说穷人 我们就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放下面子 然后呢 默默的去努力 因为放下面子 让自己活下来 才会有日后的翻身之日 做事放不下面子 结果只能是好高误远 输得一败涂地 很多人都喜欢做老板啊 那就是觉得做老板是很有面子 也很体面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觉得做老板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以后啊 你的企业就肯定活不久了 因为做老板是最苦逼 也是最没面子的一件事情 当你没有钱发工资的时候 当银行向你催贷的时候 当每个月要向房东交房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再看看 你还有面子吗 任正非说的 面子是给狗吃的 这句话呢 也正说出了我们穷人的通病 穷人往往都会更爱面子 自尊心也更强 因为他穷的只剩下面子了 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放下面子时 我们才会无所顾虑 也只有真正的放下面子 我们才能够得到面子 你对当下穷人 没地位没尊严 面子到底重不重要呢 欢迎大家留言